假如手机电量决定你的结婚年龄 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 手机 没带手机 对对对 我们这么好的学生怎么可能上学带手机呢 对 需要的校规第一条就是不准带手机 我们记着呢 没错 我们很听话的啊 都别装了 快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 用你们的手机电量来决定你们的结婚年龄 结婚 我的妈呀我还没想过呢 怎么这么高兴啊 老师啊我今天很好奇 我啥时候能结婚 老师也很好奇 快拿出来手机 手机 给 我来看一下你还有多少电量 10%的电量 老师我昨天晚上没中点 我上课的时候没挖手机 我的意思是说呀 你结婚的年龄是10岁 这么早就结婚了呀 不对啊老师 我现在 18了 我过了结婚的年龄了 啊 那这怎么办呀 那你只能等下辈子再结婚了 啊 我结不了 回来我要变成大烟狗了 啊 雅南要孤孤猪老了 对啊 我结不了 我谁给我养老啊 土豆 你的手机电量 拿过来我看看 老师 我刚充满的电 百分之百啊 对啊 我这百分之百什么时候能结婚啊 现在就能结婚吗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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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呢 结婚的年龄是100岁 100岁 我变成100岁的老头才能结婚了 我变成100岁的老头才能结婚了 啊 100岁 土豆根本不可能活到100岁 有可能活到70岁就嘎了 结婚小龟了 他比你还惨呢 对啊 下去吧下去吧 结婚小龟了 别人干我了 结婚小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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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豆也是一个大力狗了 啊 哈哈哈哈 小溪 你的手机呢 快拿出来我看看 老师 我的手机太多了 我不知道你说哪一个 你看 我有一百部手机呢 从百分之一 到百分之百的电量都有 啊 还是小溪聪明 哇 这 这么多不同电量的手机啊 对啊 所以我到底 呃 几岁结婚啊 那 那你就随缘吧 遇到有缘人的时候 你就结婚了 啊 那就是我想多少岁结婚 就多少岁结婚呗 对就是这个意思 哇太好了 不对啊老师 你的手机电量是多少呀 我的呀 我的电量是三十 我明天就三十三生日了 啊 老师 你不会明天就结婚了吧 对 对哦 我还给你们上什么课呀 我要赶快回去 准备我的婚礼了 哇 真幸福啊 诶 我们若老师没男朋友吧 没有啊 那他跟谁结婚呢 不知道 傻的 结不了回 诶 对了同学们 你们的手机电量现在是多少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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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